6月 这两天的活动 的确是在三朝普渡 我从过去再讲 超级电话系统的视线 在人世间穿梭着 他不是只有针对人间 还有天上 还有地下 是不是 有些学员或有些读者听了 懵了你知道 他想说太阳神德 你怎么又在吹牛呢 我就没看到有这么伟大的系统 什么又是天上又是地下的 这替你在乱吹牛吧 是不是 不是 你有石修人知道不是啊 但是有一般的红神德 大家心里想 天上听你们吹牛 真的是 这么会吹牛 但是 在前面两天的课程前夕 是吧 天上的日月星斗星军 他以一个正样 他等于是可以算是一个老牌子的天神 是不是 但是因为自己过去的这个 怎么样的一个决定的差异 做法的差异 而犯了天条 而被天条执行 而在这么样的年代中 他还在找着他的出路 结果 机缘使人 他找到了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他借由学员 来表明 他第一次出现到现在多久 我是有点 有点不记得 有个一年多了吧 一两年有了吧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说他要 那时候他说希望好好的 以什么 将功赎罪 好好度人 是不是 然后从这个天牢里面 把他给救出来 那时候听了是觉得天房也谈 对吧 但是他的确有在运作 所以你不要说人 神一样在运作 可是你看不到而已 所以这一段日子以来 他的确度了一些天生 他也度了人 他也度了鬼 他都在做 只是你不知道 所以上一次 课程前 六月份的课程前 他主动的 在经由我们的学员 非常虔诚的希望 主动的恳求 能够归在太阳神的灵下 也希望因此励志 而从此以后 大力推广 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在天上 地下 各个地方 所以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行径 行为 决心 我看到 所以当时我就说 无怨不成佛 你既然如此的 如此的表明的心智 还是要表明 你到底要度多少 你所谓的神 你所谓的 天上地下 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